嗨 各位粉粉安安 我是哈娜 今天一樣帶大家來參觀五星家具喔 因為第五集反應很熱烈 所以我又再推出了第六集 非常感謝大家來支持留言喔 提供給我五星家具來拍攝 好 那我們就出發再去吸一波歐氣吧 我到了喔 它的五星是火箭發射裝飾 喔 它要起飛了嗎 呃 好吧 它不會起飛 我想太多了 然後它還有一個五星是白雪公園的溜滑梯 彼得 溜滑梯好玩嗎 欸 很好玩耶 哈娜 你要不要一起來滑一下 再來就是這個粉嫩花朵的熱氣球 哇 我有沒有看錯 它竟然有兩個耶 哇 真的是嚇死人的喔 然後它還有一個五星呢 放在小木屋喔 帶你們去看看 路口我就看到查查完了 欸 你什麼時候跟暖糖這麼好了啊 呃 傑克先生 你是站在這裡吧 瘋嗎 哇 美玲跟瑞琪啊 你們是在吃竹館晚餐嗎 也太幸福了吧 然後 它的五星是 竹火之夜新人專屬沙發 我到囉 入口我就看到可愛的美玲在歡迎我囉 它穿了一件粉紅色漸層的衣服 好美喔 咦 你們在排隊嗎 那我也一起排吧 呃 啊怎麼都沒有人來接我們啊 然後 它的五星是這個 服裝店主展示櫃 我到囉 咦 我發現美玲了 美玲 你怎麼爬那麼高啊 哈娜 好久不見 我從煙囪爬上來的啊 那你要小心不要摔下來囉 然後 它的五星是 虎火三重塔 可愛的安安 正在前面擺pose喔 原來這個五星家具 小動物會在前面擺一些動作喔 也太可愛了 咦 我發現了兩隻茶茶丸欸 啊 不是 上面那一隻是曬黑的茶茶丸啦 它站在五星的熱園樓梯上面喔 而且還會扭屁股 也是很可愛 很逗趣喔 雷姆啊 你丟什麼東西下去 哦 哈娜 我丟錢幣下去啊 哦 難道這是傳說中的許願詞 我到囉 這邊我就看到了張妮娜跟紫色的熊熊在喝檸檬汁 嗨 你們好啊 你們的檸檬汁和甲好好喝喔 可以給我來一杯嗎 哦 可以啊 你去後面看看喔 那邊有賣檸檬汁的攤位呢 可是我覺得布置起來蠻好看的 還有一個五星是這個 黃氏復活節甜點 它後面呢 有放一些煙火 我覺得搭配起來呢 很亮眼喔 哦 我發現這邊放了一個櫃檯 嗨 老闆 請問你在賣什麼呢 呃 你為什麼不說話呢 啊 它是雪人啊 我沒有發現到 我到囉 嗨 阿波羅 你的冰淇淋可以借我咬一口嗎 欸 牛奶糖啊 你怎麼睡在這裡啊 這樣子會感冒喔 而且後面有五星的遊樂園摩天輪欸 你怎麼不去玩呢 然後它還有一個五星是這個天文台的望眼鏡 咦 阿怎麼這隻也在睡覺啊 我在想啊 可能昨天他們都玩得太high了 每一隻都睡趴了 然後它的背景很漂亮喔 大家可以看看 我到囉 它的入口就有放一個五星喔 是虎火三重塔 然後呢 是這一個 日出之事鎮店 我覺得它放的背景啊 超適合這個五星的耶 然後呢 有兩隻動物正在前面聊天 應該是剛祈求完神明吧 欸 阿這個我不是剛剛好像有看過了 阿 它的除火三重塔竟然有兩個耶 也太歐了吧 喔 風五星耶 嗨 狐狸 哇 你賣好多面具喔 阿有沒有嫌淡超冷的啊 我想要買一個給叉叉完蛋 哈娜 沒有欸 我只有賣日式風格的 它還有服裝店主展示櫃喔 和一隻超大型的拼布熊 欸 你怎麼被關在這裡啊 呃 我想呢 應該是放在這裡幫它看守家門吧 怕小偷跑進來偷光它的五星囉 哈哈哈哈 我到了喔 它的家上面就放了一個超大的游泳池耶 欸 雷姆啊 你怎麼在上面睡覺啊 喔 沒有啦 我沒有在睡覺啊 我在做日光浴啦 然後 它的五星是這一個 冰之宮殿陽台 而且 後面還有放一個喔 是粉潤花朵的熱氣球 欸 我覺得兩個搭配起來還蠻好看的耶 然後呢 這邊有放一個投色燈 我覺得很特別喔 這裡還有放一個舒適的沙發 那我來坐一下再出發吧 我到囉 它的五星是檸檬汽水電推車 還有一個是星星庭園瀑布 咦 雪花你在看什麼啊 喔 我在魚等魚上鉤啊 呃 可是我看你沒有帶吊竿耶 那簡單啊 用手抓不就好囉 然後它還有一個五星式麵包店收銀櫃台 後面還有放另外一個五星式聖誕城鎮中囉 兩個都是灰綠的色調喔 我覺得擺在一起還蠻好看的 欸 我發現茶茶丸跟一隻臉曬黑的鳥在跳舞耶 茶茶丸 你隔壁那位舞伴啊 臉曬得好黑喔 啊 你們是跑去哪裡玩的啊 我到囉 剛到入口啊 哇 我就感動到快哭了 你們看啊 阿波羅跟大吉都排好隊在歡迎我囉 而且還幫我拍手耶 哇 我真的是受寵落驚了 然後這邊呢 它有放一個彩虹光的擺飾喔 旁邊有蝴蝶在飛 我覺得這個擺飾呢 讓整個露營場亮眼很多了呢 然後它這邊有放極光喔 在極光下面跑來跑去真的很好玩耶 你們說是不是呢 然後它的五星是這個音樂隊組的舞台喔 哇 你們有看到嗎 最嚴肅的捷克竟然在上面做表演耶 欸 捷克啊 你今天放假嗎 你怎麼沒有去圖書館呢 喔 因為我的眼神實在是太帥了 所以呢 島主請我來幫他表演 看能不能吸引到一些女粉絲囉 喔 原來是這樣啊 那我想應該是可以的喔 因為你是最帥氣的捷克囉 它還有一個五星是檸檬汽水電推車喔 嗯 莫妮卡呢 啊 我想呢 應該都跑去看捷克表演了吧 還有一個五星是 午後時光的廚房 呃 也是沒有人 好啦 我在想他們應該都是去追星了吧 彼得 你怎麼被綁在這裡呀 我也不知道啊 我睡起來就在這裡了 嗯 那我猜可能島主想讓你來幫捷克 炒熱一下氣氛吧 我到了喔 入口這邊就有佈置一個神社 我覺得很有日本風格的感覺喔 然後呢 有一隻發光的鳥正在祈求世界 和平喔 它的五星是這個日出之室的鎮店 嗯 我發現了一個熟悉的身影 啊 這不是我家的茶茶丸嗎 欸 你怎麼被放在雲上面啦 哈娜 嗨 上面好好玩喔 哇 你變好小喔 你要不要上來跟我一起玩呢 呃 那個好像沒有我的位置耶 然後呢 它下面呢 也有放一個五星 是星星庭園瀑布喔 然後呢 這邊有放一個足椅喔 我來休息一下 再出發吧 還有一個五星是安翔溫泉的露天池 你們看 牛奶糖跟雪兒正在泡湯喔 而且雪兒還臉紅通通的 這樣子會不會暈倒啊 然後呢 這邊有放了一個木頭 哇 我又可以休息一下囉 我覺得它很貼心喔 都有安排休息區讓我放鬆一下呢 我到了 哈囉 路口它這邊呢 就放了一顆超大的月球 哇 能夠這麼近看月亮呢 也真的是只有在這款遊戲中才看得到了 而且你們看看喔 它還會轉動喔 我覺得真的是超酷的 然後它的五星是這個 復樓梯的圖書館書櫃 嗨 桃勇爸爸 你怎麼在這裡 欸 你的小孩呢 然後它的小動物們呢 都在睡覺耶 張文婉 你怎麼了 是不是床太小了 我再跟島主說一下 幫你換一張大床給你躺吧 然後呢 它還有一個五星是這個 皇室復活節甜點喔 欸 我發現呢 它的五星家具都很巨大耶 然後呢 它的車子圖裝的很時髦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到囉 嗨 瑞琪啊 原來你會打鼓喔 你打得還蠻不錯的喔 好可愛喔 然後 它的五星是這個 午後的時光廚房 嗨 莉莉安啊 你在等誰呢 嗯 紅花 原來你會彈吉他喔 就奇怪囉 我這樣那隻為什麼都不會啊 嗨 克莉琪 你的可樂好喝嗎 可不可以給我喝一口呢 哈娜 我快喝完了啦 你自己去買啊 我到囉 它的露營地是有主題佈置的喔 完美的貴婦白貨 而且它總共花了一百抽喔 所以 莉加這次新餅乾的全部家具呢 它全部都拿到手了 哇 真的是盼為觀止啊 帶你們去參觀看看囉 哇 它的門口是粉嫩條紋的配色喔 櫥窗也好美喔 我覺得就可以在這裡拍張網美照了 而且裡面還有餐飲區喔 我看到張娃娃了 嗨 張娃娃 你在吃什麼啊 哈娜 你也來這邊玩喔 我逛完了喔 而且它的東西很多呢 呃 我又發現了一個熟悉的身影 查查完 你怎麼又在看吃的東西了 然後這個櫃檯呢 也是設計的很美喔 上面還有玫瑰花的裝飾 整個就是為喜歡少女風格的我們而設計的啊 哈娜 我跟你說喔 這邊什麼都有賣喔 非常好逛 然後你們看看喔 它這邊還有賣包子喔 也是粉色系列的風格 真的是每一個點都可以來一張完美的照片耶 我逛完囉 它下方也有一個休息區 發現小潤跟美玲 欸 你們也是來這裡嗎 逛累了 所以再休息了 對呀 哈娜 我覺得這邊很好玩喔 而且餐點都很精緻好吃 可以拍一張美美的照片上傳IG囉 嗯 我也逛累了 我要準備回家囉 耶 車子又跑了 啊 我每次都趕不上 它的露營地布置的真的很美喔 大家可以看看它的整體布置 影片到這裡結束囉 大家有五星的家具嗎 歡迎留言告訴我 也可以分享給有在玩口袋露營廣場的朋友們喔 大家起西遊器超五星吧 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一個大大的讚 新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大家掰掰 掰掰